大家好,我是飛龍 我想說明星,無論他之前多漂亮,多漂亮 但有時真的歲月不搖人 無論他以前多漂亮得飽 漂亮得沒有朋友 一肥氣上來,發福到整個星球那麼大 有時真的不知道觀眾怎樣看 今天分享一下 發福走了娛樂圈的藝人 首先說一下當年大台的五虎將 E1湯振業 其實當年五虎是首先他紅仙 當年湯振業的紅仙除了入行仙之外 其實說顏值來說 他當時是最高的一位 不過除了時間的流勢 現在湯振業已經完全發福了 頭頂的桿突突 頭髮都不見了 有沒有覺得當年奶油小生的形象 已經完全破滅了 起碼同期他幾位五虎 跟他比較之下 他真是 變化真是最大的 不過現在湯振業也有出來繼續演戲 現在演戲 角色不同了 唯有演技搭舊 56歲的魏俊傑 當年就演大台一套 老蹭起雙逢 首次演出 之後有一段時間就演 處境劇《開心壞之理》 大家應該有些印象 到了2008年的時候 他就跟他近20歲的 內地女友 張利華結婚 現在就生了一女 原本一家三口就很幸福了 誰知之後 他太太就出軌 搞到他們兩人 正式跟對方離婚 當時魏俊傑還說忠心不取 想著跟他女兒相依為名就算了 所以近年都很努力在抖音 講起生活狀況 但是你看他現在的身形 比以前那麼帳爆 那麼圓用 完全離開了 跟適一英俊 差太遠了 不知道網民還喜不喜歡他 其他網民叫他好好管理好身材 起碼減回30公斤 哈哈 嘩 有人減多40公斤都還可以 話說話他現在這個形象 像不像瘦心男女裏面 肥了 劉德華 簡直是肥了那個 瘦心男女裏面的角色劉德華 可想而知現在真是多肥 好了接著是45歲的陳健鋒 曾經獲大台力捧 他當年演的 綠靖新人王 沖上雲宵 學景系列 嘩 當時完全是眼前一亮 後來把他的視頻放在內地 近乎完全絕跡香港的娛樂圈 近來竟然被網民捕獲到他 當時在加拿大多倫多的機場 一身很遊行的裝束 低頭是用電話的 不是很注意到身邊有人在拍他 你看看這張照片是不是發幅了很多 巨腩 巨肚腩 但其實45歲 這麼快已經這麼圓融 完全當年 他的昔日的靚仔小身的樣子 變成了 雖然有人說在外國 特別容易胖一點 也想不到 竟然真的可以胖到這樣 好了接著說一下我們 現在香港當今當紅的 姜濤 24歲而已 只不過 當年《全民造星》出道已經第五年 有一段時間人氣非常之高 不過自從他去年年尾之後 到中間今年一段時間 好像突然暴漲了一些 有段時間網民說他 應該去到200磅 有些人說 青年發福 不是的 因為他小時候已經那麼胖 只不過是變回之前 有些人甚至懷疑姜濤之前有可能吃減肥 吃得太厲害 所以有個反轉回頭 吃吃下有機會是無效 近年他也瘦了一點 希望可以維持最好的狀態 張志恆 當年BOYS的一員 本身是荷蘭的混血兒 所以年輕時特別殺死 英俊 他其實在2019年跟他的妻子民民結婚 很厲害 短短幾年已經生了三個孩子 但最慘是被他前任 爆他劈腿的五個女兒 黑材料 又遭到多名藝人指控他 欠此不還 搞到他有段時間 形象跌落高底 還被人說是世紀戰男 近年他已經很努力去養家 但始終身材 現在的身材 腫了 唱歌又有走音 再出來找吃 真的不容易 你看他的雙下巴真的很明顯 所以最後他也不可以靠登台 所以有時都要在街邊 什麼都要做 沒辦法 三個兒子 他不認識他的小孩也要認識 42歲的葉璇 他在1999年 中華小姐的冠軍 而進入娛樂圈 當年他 外貌非常出眾 還散發一些古典的氣息 當年跟不少星都有一些緋聞傳出 例如程浩文 劉可威 霍建華 所以有段時間被稱為 緋聞女王 不過他近年身材開始發福了 看到他的身形 有時都還要去搞直播大貨 看到網民直接在說他 面形變得圓潤 胸部出現下垂 肚子肥到一折折 甚至有人懷疑他是不是懷孕 是暴雨期 還是剛剛才生完 沒可能正常 突然肥到這樣 這真的要問他自己才知道 湯樂文 他參加了2012年香港小姐而入行 早年他跟他 拍拖了四年的男朋友 南天宇分手 情傷之後 不知是否令他身形變半 有段時間他很努力去減肥 但他的體重依然很反覆變 雖然他已經1.7米算高 但有時你都看到他的身形真的很大 因為聽說體重一度超過120磅 演大陀的劇集隱瞞的時候 還被網民說他 簡直有點肥腫難分 美貌完全走光 整個發水麵包 真是慘 這樣被網民狠批 他不僅外形 最慘 演技 都被網民說強差人耳 或者Sense 和肢體語言完全不像女警 感覺完全是出氣 現在只能演這種斯拉角色 只不過是10年前參加港姐 10年內竟然可以變化那麼大 真是想不到 62歲 蔡豐華 年輕的時候非常中朗 曾經有白馬王子之稱 但當年的金句有可能很適合他 一剎那的千獸 不代表永恆 完全適合他現在的情況 你看他的體型真的發幅得很厲害 他好像本屁 完全不打算減肥 或者現在這個肥的形象才是他 他覺得最適合他 我還想起當年在那些善影 絕對空虛 幾Hit 當時 除了叫白馬王子 還有一個封號叫 紅唇王子 現在怎麼叫呢 發福王子 另外再說一說一下 葉韻兒 現年都已經50歲 當年初出道 很多人心目中的夢中情人 有段時間還紅到日本 但在22歲的時候 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 竟然嫁給了一名富商 之後還生了兩個孩子 可惜去到2000年就離婚了 身體曾經有一段時間 肥到60公斤 有一段時間被媒體拍到他的身材發幅得很厲害 相貌都感覺非常壞 和以前差別真的太大 不過自他2014年復出之後 例如拍過大台的 女人俱樂部 當時的角色 還配合身形 所以叫肥菜 但是身材 一直都是很難回到以前的 雖然他還有去保持一下 例如去年我看到他 拍正月回朗的時候 已經是 好過之前的 但始終難和以前 年輕人比 始終都是 生過兩名孩子 我也明白 60歲的羅家良 曾經拍過很多 著名的大台的 劇集 例如《南興南帝》 《天地豪情》 《歲月流金》 剛才我說的這幾套劇 全部取得了時帝 即是成為首位獲得三屆時帝很厲害 當年被封大台一哥 不過他近年 發福了不少 之前在新疆烏魯木齊登堂的時候 被人說他 肚腩大到 他件西裝都扣不掉樓 還被網民說他已經失去了當年明星相 甚至是基因特變 為什麼一肥人就這麼刻認真 說這些說話 基因特變 我覺得不要說這些說話 羅家良其實 2009年已經再婚 跟12歲 女星蘇顏 一起結婚 之後就定居在北京 還生了一名女兒 所以近年其實他不多 回來香港拍劇 但也會看到大台有時看到那些劇 因為有時他在內地拍的那些事情 大台都有轉播 除了肥之外 還有一些脫髮危機 真的要留意留意 好了 41歲余文樂 當年是非常英俊之下出道 在2017年之後就結婚了 之後真的是 減產 其實他結婚的時候他還未夠40歲而已 通常女星就說減 男星很少 他竟然真的是減 放了很多時間在家庭上 還生了一名兒子 不知道是不是生了兒子之後 非常之幸福 所以看到他 近年被人拍了他的相片 都肥了不少 看到他這張照片 滿面流蘇 比以前真的圓用好多 身形 真是腫脹 還有一些滄桑感 最奇怪是肥 但為什麼會肥到會大小眼呢 是當時是什麼情況之下 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真的猜不到 他不是一張大小眼 擔心另一張也有少少大小眼 他真的算是這樣 那麼沒打扮之下 都肯跟別人拍照 我覺得難得 66歲的萬之良 曾經在 電視電影 漆漆風雲 當年也演了不少黑幫大佬 還在八九十年當時 在電視劇裡面 多次成為收視冠軍 就算我們的星爺說他當年 萬之良也教他不少演技的東西 所以萬之良在演藝界的地位非常純高 但是也可能始終年紀都是大 不認得也不行 近來還聽說他有糖尿病前身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病的問題 所以身形也變大了很多 還有一些 脫髮的情況 有時候走路都不穩陣 所以真的要小心身體 身體健康最重要 35歲 許庭鏗 2009年 超級巨星 而入行 當年被冠為 張君澳吳尊的稱號 也有不少Hit song 剛剛出道的時候比較瘦一點 但是近年開始有一點點發福 雖然未肥到很厲害 但因為跟他 初出道的時候比較 其實是肥了不少 還有現在其實只不過30宗 正常就不應該肥到這樣 我看到網上有些人說他是肥版章魚成 但是我想說章魚成本身也很肥 還要肥版章魚成是不是打錯字 更有網民說他的身形漸漸都去到花姐的境界 有人跟他的朋友恩怡有得揮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朋友 朋友朋友連身形也近似 40歲的惠蘭 出道已經19年 他的身形向來都是大家的焦點 尤其是當年他老闆 黎明嘲笑他肥過電單車 所以導致他有一段時間 跟千替公司合作 試過減過15磅 但始終不知道是不是 都是一段時間 一不減就立即 反彈式暴肥 現在他踏入4至頭 我覺得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既然他能唱歌 他就走肥媽的路線 外國很多歌手唱歌 都是肥肥的 因為肥肥之下 功力更高了 所以實力派就好一點 實力派就不太害怕自己是不是肥 最後講一名台灣天皇歌手 周杰倫 44歲 幾年前跟他亂妻昆玲結婚之後 非常之恩愛 偶爾拍照出來放閃 曾經何時周杰倫也有6塊腹肌 不過現在 他就是六神合體 即6塊腹肌合成一個大肚腩 有可能在疫情中更加嚴重 疫情令到很多星星更加發福 因為不可以到處去 他現在胖到 其實穿黑色衣服 都遮掩不到他的 臉腫的身材 搞到 杜汶澤在社交網站都串 周杰倫 說他是秋明山的 肥仔車神 對呀 那時拍頭文字D 應該杜汶澤比周杰倫 現在又調轉了 所以世事難料 有時候 想不到 有些情況會調轉 好 今天先說到這裡 稍後再分享其他漁獲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